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是年轻人围坐在桌前 挥汗如雨 享受着美味 我就问铁钢师傅了 咱能不能让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吃上这口啊 铁钢师傅说 没问题啊 今天就教大家做这道菜 让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品尝到麻辣香锅这道流行菜 爱吃麻辣香锅的朋友都知道 这道美食啊 要想做的好吃 需要加入繁多的香料和调味品啊 当然 还有相当复杂的做法 不过 今天铁钢师傅教给大家 只要加上这两种常见的神秘原料 是原本复杂的麻辣香锅啊 两个步骤就可以完成 做法简单 味道纯正 怎么样 您是不是也有兴趣学着做的呢 需要准备的主料有鱼肉鱼丸 菜花 莲藕 香芹段 花生 配料有麻椒 干辣椒 葱姜蒜 还有就是这两种最重要的神秘原料 首先咱要做什么呢 麻辣香锅 我们先要把这个藕 还有菜花 先要给它处理一下 我们这儿坐着水了 然后来一点点油 哦 半锅水 水不少 然后加入盐 把这个给它放进去 半锅水 加了盐 放上菜花 藕 一定要放在酸水里边烫 烫它三五分钟就行了 防止它氧化 这够丰富的 这都是什么 你看有没有 有这个牛肉丸 有这个虾丸 有鱼丸 你看这个我们在家您可以给它美化一下 您比如说我切点花刀 这是什么豆腐干 这个应该叫鱼糕 像鱼糕 像什么竹笼 只要您喜欢的就可以碗里放 其实这个没有什么严格的规定 说一定有什么或者一定没什么 对 我们把这个一口茬 也给它 您这名字起的一口茬 一口一个 一口一个 对 我们把切好的鱼糕 还有这个一口茬 也要给它放到锅里面去烫它一下 都放到一个锅里了 烫得也很金主 这样多煮一煮一会儿会很好入味 好 这边我们煮着它 这边把火点上 我们开始炒料 炒料也很重要 大家看怎么炒 这料炒好了 您这麻辣香锅 就得了 应该说起码百分之六七十 对 它主要这个料 其实说来了应该说是百分之九十吧 百分之九十 你看我 您放什么料都是随您 我还说少了 所以这个料您看好了怎么好 放一些油 我们给它关成小火 把葱姜蒜放进去 好 葱姜蒜的香味出来了 我们就把麻椒 这是一定得是麻椒 对 这个花椒 蒙姜说是花椒 实际分两种 起码两种 一种咱们北方常吃的花椒 一种就是四川那边 对 麻椒 那东西麻到舌头都哆嗦 有时候吃多了 对 但是人就喜欢这口 这个得麻到你舌头颤 麻到您不会说话了算完事了 对 说不利落了 是吧 好 把这个干辣椒给放进去 只有小火慢慢的煸去呢 这个辣味才会出的充分 不是说了吗 百分之九十 做这麻辣香锅 炒这料占百分之九十的功夫 我就给您重复一遍 葱姜蒜放进去 小火慢慢的煸出味儿 差不多的时候 把麻椒和这个干辣椒段倒进去 对 火还是不能太大 还要把它的香味煸出来 等这个辣椒变成这种通红色了 我们加入一些火锅底料 因为什么呢 我们炒麻辣香锅的时候呢 需要加入一些动物油脂 但是我们在家呢 一般的呢 都不会预备像牛油啊猪油啊 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买现成的火锅底料呢 它里面就有这个油脂了 对 您闻一闻 这个牛油的香气就出来了 我吃过 在外边吃过麻辣香锅 我已经闻进那个麻辣香锅的味儿了 这个呢 火一定不能大 不能大 因为如果太大呢 这个动物油脂呢就很容易焦化 好 您看没有 我们开花了 开花了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了 我们把它呢 搂出来 然后呢 直接下到里面 直接下到这里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给它呢 稍微的炒一炒 然后呢 加入点盐 好 来一点 水瓶 然后呢 加一些配菜 香芹段 芹菜 花生 对对对 水瓶花生 现在呢 最重要的一味 这小小品来了 芹菜粉 跟这个五香粉呢 混合在一起 给它呢 稍微 撒上一点 这很重要是吧 对 是是是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开大火 收它一下 利用它收汤这功夫 您给算了 假如就像这一锅 麻辣香锅得合多少钱 这原料 加上咱们 打盖齐吧 如果说在外面这一锅 100多 得 如果说在家里面 我估计也就是20块钱左右 你看 能省些 能省些五分之四 还不止 没错 所以您在家 学会了做这道菜 您说是不是很划算呢 而且这口味您能调啊 是辣一点 是稍微的辣一点 还是麻一点 还是稍微的麻一点 都可以吃 怎么样 自制麻辣香锅的做法 并没有您想象中的那么复杂吧 其实 总的来说 就两步 我们来回顾一下 第一步 把您准备的原料 按着成熟度的不同 依次放在水中焯熟 第二步 起锅开小火 放入葱姜蒜炒透 然后放入麻椒和干辣椒 当辣椒炒出红油的时候 加进火锅底料 煸炒出香味之后 把煸熟的原料倒进锅中 翻炒均匀 放盐 糖 味精调味 最后放上香芹状 花生 撒些紫然粉和五香粉 给大火收汁 这道麻辣鲜香味道 纯正的麻辣香锅 就可以上桌咯 这一大碗麻辣香锅 就做好了 没错 您看是不是 不复杂吧 真不复杂 省钱吧 还真省钱 而且呢 风景流人 没错 我想您一看 一定就能学会 真得谢谢您铁钢师 不客气 不客气 就能吃上流行菜 好了 天天饮食 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